连石是一个天生情感缺失的孩子 但却成为了一名中学老师 他的学生们都正处在状况百出的年纪 与连石也碰撞出了许多故事 美谜同学因为在超市偷窃而被禅元老师威胁发生性关系 是连石解救了他 黎奈同学的爸爸常怀疑学校里有人欺负黎奈 也都是连石出面应付 还有学校的大规模抄袭事件 也是连石提议屏蔽信号防止手机抄袭 但因为校方不同意未曾实施 不过因为这些事 连石成了学生眼中和蔼的老师 领导心理上进的下属 他们不知道的是 恶魔的爪牙才刚刚露出 美谜爱上了当时英雄救美的连石 她也接受了这个貌美女学生的久爱 随后连石发现另一个老师九敏和一个男学生有同性恋关系 她以此威胁九敏 让九敏让出了房子 做她和美妮的安冷窝 而闹事的黎奈父亲在家门口随手扔了个烟头 她家门口摆的一大堆水 竟然都被换成了油 黎奈父亲死于火灾 学校的论坛里也开始有匿名谣言 认为火灾是一个叫阿辽的同学做的 阿辽气愤难当 连石便叫了阿辽去喝酒 又借机杀死了阿辽 真凶的面目终于揭露 在昏昏沉沉半梦半醒之间 连石想起了过去在美国的日子 情感缺失的她 遇到了一个杀人成瘾的同伴 两人享受着血腥的狂欢 但后来她厌倦了对方 只以杀人为乐的低端想法 杀害了搭档 并回国成为了英语老师 她的工作经历被另一个老师告诉了学生 费了保险 连石将两人全部面杀 但只终归包不住火 美妮有一次偷偷翻了她的包 想看看她是不是和别的女人游染 却刚好找到了阿辽的手机 当时美妮并没有怀疑什么 但孝敬的时候 美妮又对连石说 想要阿辽手机里过去的纪念照 连石决定将美妮也一起干掉 她在天台上伪装的美妮 不堪性骚扰而自杀 没想到刚好又被另一个学生撞见了 她杀死那个女生之后 对着尸体犯了仇 无法伪装对方死因的连石 决定将所有学生统统杀死 她打电话骗来了同性恋老师九米 穿上了九米的鞋 开始了血腥的屠杀 有些相信她的女生 看到她就主动迎上来 迎接她们的却是连石 黑洞洞的猎枪 为了防止遗漏 连石拿出了点灵色 挨个追击 但有两个学生将别人的尸体 伸进了逃生通道 连石枪击了尸体之后 并没有怀疑就离开了 那俩学生早幸走活 连石去办公室复制了现场 并打伤了自己 告诉警察是因为九米老师 对男学生因暗生片做下了一切 她没想到还有两个人活着 他们还拿出了连石杀人时的录音 连石说这都是恶魔的旨意 大家都以为是连石疯了 但这只是另一场游戏的开始 只要逃脱死刑 哪里都可以在程序海 这部影片里大量的杀戮令人作偶 她也警告了观众 一定不要偷窃 更不要跟老师谈恋爱